所以不要笑 這很重要 代表白天黑夜 Andy都守護著 要稱讚一下 這一次的新歌 為什麼要叫做 要再喝一杯嗎 新歌 바로 我們 一盞 一盞 其實 其實這首歌 我聽到的時候 是很喜歡的 而且 以前的 《Love song》 《Propositions》 那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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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 那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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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 song 或者propos 这种旋律其实是相当类似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想了想 他觉得毕竟不只是他 他发现粉丝们其实是陪伴着他 然后是一起慢慢变老的 那时间久了之后呢 他就想说跟不能喝酒的人 他想要跟他们喝杯咖啡 然后跟能喝酒的人 我们可以一起喝个啤酒 因为最近天气也很热 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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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很多的意思 大家听得懂 就是另外一方面 当然跟老朋友也是 然后另外他觉得 跟粉丝之间还有一种 像是意气这种东西去做的 那如果粉丝有仔细听里面的歌词的话 我相信大家会知道 有 今天白天在训练 有一个喝不完的感觉 早上喝咖啡晚上喝啤酒 那第二天早又喝咖啡都不睡 好的 其实真的非常的公司 好的 已经有六百年以上的一个技术的工法 然后呢 他本身是透过很多很多的 真的很复杂的事 所以不能吊到底下吗 所以不能吊到底下吗 不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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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